每一年的七月中 大八月底是阴仙座流星雨的活跃期 而屏東满洲由于身处这个低光害的环境 是关心的绝佳地点 有度假村的业者呢 现在特别把园区里头进千只的灯具 改装成符合国际标准的青野灯 避免光害来影响关心 也特别推出了阴仙座流星雨 许宴假期来吸引天文迷强定 缩时摄影拍下续南星空 七八月不只学校放暑假 更是阴仙座流星雨的活跃期 位在国境直南的屏東满洲 更是最佳的关心地点 在座会有几颗流星 150 那看到流星要怎么样 学院 带着小朋友进行天文知识导览 这家位在满洲的度假村 推出了阴仙座流星雨的 许宴假期套餐 因为在这里有符合标准的低光害场域 也吸引天文迷到此关心 像什么 要像是一大堆火球掉下来 一大堆火球从天空上飞过去 这一次阴仙座流星雨 是继1993年后相对壮丽的一次 但在8月12以及13号的极大起时 每个小时数量有机会达到 120到150颗 因为墾丁地区的光害进不来 我们在满洲的三岛里头 所以没有外部的光害 那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内部的光害控制 满天银河就会出现 为了符合国际暗空协会 关心的新野灯标准 业者更新了快1000支路灯 避免路灯造成光害影响关心 在配合低光害的夜空 不用任何装备 民众就能用肉眼看到 编冰纷的流星雨 建树世伟 频道报道